点击进入 这边是我们手柄的选择 有14个手柄功能 这边是手柄能量的调节和开始暂停按键 这边是温馨提示 建议我们是怎么操作的 首先我们给客户做清洁 卸完章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磨泡笔进行清洁 点击磨泡笔 磨泡笔的话提示上面是低频 就是我们这个界面上的低频 装产品的话是装我们专门的泡泡水 这个是磨泡笔 操作之前我们事先要准备好一个空盆子 用来装磨泡泡 探头的话是对准我们这个空盆子的 然后点击界面上的这个开始键 它这个就开始工作了 当这个泡泡均匀的流出来的之后 我们再给客户面部上进行操作 操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化妆棉 将客户的眼部 鼻子还有嘴巴 用化妆棉遮住 然后手柄对准要操作的区域 点击开始 从外向内 然后将整个泡泡将整个面部覆盖 注意不要覆盖到我们的鼻子 嘴巴和眼睛 这些敏感部位 全部都覆盖完之后 我们点击暂停 将魔法泡泡覆盖住我们面部之后 停留一到三分钟 然后用我们的洗脸方式 一样的手法进行清洁 接下来讲解吸笔探头 点击吸笔 这个是我们吸笔的手柄 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操作界面A A表示的话 是我们的装小气泡溶液的瓶子 A瓶 这边的话是恒温调节 就是出来的水 可以发热 有1到10个档位可以调节 也可以设置零 零的话就是出来的 就是常温的水 从低档开始起调 根据顾客的感受 再往上加 时间 默认时间的话是30分钟 这边减少增加 这边是启动暂停按键 这边有剩余时间的倒计时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是我们的操作旋钮 这边是吸力 表示吸力的大小 Max的话 往Max这边调 顺时针调节 就是吸力的话 就是越来越大 MIN往这边调节的话 逆时针调节 它这个吸力就会越来越小 这边是水流量调节的标识 也是Max的话 它就是大 逆时针的话 它就是调大 然后这边 MIN就是调小 顺时针的话 它就是水流量越来越小 吸笔的话 我们是针对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或者有些部位 它的黑头比较深 就可以选择这个探头 吸笔的话 是配有八个小气泡吸笔头 四个硬头 四个软头 硬头的话 是适合所有肤质的 软头的话 它是适合敏感性肌肤的 有不同的大小 大头的话 我们是针对做面部的 比较大面积的地方 小头的话 我们是针对鼻翼 或者嘴周 比较小面积的地方 就用小头 根据顾客的肌肤 我们选择相对应的操作头子 直接对准插入就可以了 首先在操作之前 我们可以先在自己手上进行测试 调整好合适的温度 水流量和吸力 再在顾客脸上进行操作 点击启动 调整好温 水流量的话 可以适当的调高一点 等水流量上来之后 我们再将水流量调小 手上的话 可以拿一个洗脸筋 这样的话 就是有一些水流出来 我们也可以及时将它擦掉 操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这种点吸的方式 操作完之后 点击暂停 手柄上面的话 它也是有控制开关 接下来我们讲解清洁手具 点击清洁手具 这个是它的操作界面 界面的话 这边有强度的调节 强度的话 有1到10个档位 刚开始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将能量调低一点 这边是时间的调节 时间减少 时间增加 这边是模式 模式1的话 它是持续输出能量 模式2的话 它是短间隔的输出能量 模式3的话 是长间隔的输出能量 一般我们默认的话 就是模式1 这边是它的后台调节 点击进入 这个是后台的模式 增加能量 这边就是减少能量 这边的话就确认 这个是返回 见面 点击返回 这边后台 我们出厂之前 是已经调整好的 就不需要再调节了 这个是我们的清洁手具 清洁手具与吸笔的区别的话 这个是可以针对我们皮肤 比较容易出纱 或者有些客户 他不喜欢那种吸附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手具 这个的话是可以针对白头 或者经常性化妆的客户可以用这个操作 操作的时候皮肤是要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 可以用一个棉片沾水边擦拭边进行操作 点击启动 以这样45的角度 匀速从下往上进行操作 操作完之后点击暂停 点击水氧笔界面 水氧笔界面的话 它就是只有一个时间的调节 这个后面这个是水氧笔的瓶子 一般的话我们是装生理盐水 或者是纯净水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水流量的调节 就是往顺时针旋转的话水流量就是变小 逆时针旋转水流量就会变大 这个是水氧笔 是要用洗脸肌或者是手挡住顾客鼻子的这一块 操作的时候顾客眼睛是闭上的 点击界面上的启动按键 或者手柄上面的启动按键 都调节好合适的水流量 操作的区域2到3厘米 或者可以适当的抬高一点 操作完之后点击暂停 点击进入离子消斗 这边是能量的调节 这边是时间的调节 这个是离子消斗的手具 这分别是它的两个探头 大的和小的 大的话是针对面部比较大面积的地方 小的话是针对像我们鼻翼嘴周 比较小面积的地方 选择合适的探头 对准旋转拧紧 顺时针旋转 给顾客清洁完之后 我们保持皮肤的清闯干燥 然后选择合适的能量 我们点击启动 然后紧贴我们要操作的皮肤 从下往上一次进行操作 每次的话停留2到3秒钟 一个部位的话是操作2到3片 如果是操作到有痘痘的地方 我们可以加强进行操作 操作完之后点击暂停 接下来我们讲解波动操导 点击进入波动操导 这边是能量的调节 刚开始的话 我们将能量从低起调 然后根据顾客的感受 再将能量调高 这边是时间的调节 这个是我们波动操导的手具 操作之前呢 我们首先给顾客面部涂抹产品 可以是精华 也可以是原液 然后对准我们操作的区域 点击开始 可以以打圈的方式 也可以以从下往上进行提拉的方式 给顾客做操作 操作完之后 我们点击暂停 点击进入电动滚轮 电动滚轮的话 这边也有能量的调节 能量的话也是从低档开始起调 这个是我们电动滚轮的手具 它是有两个的 操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两个同时接触顾客的皮肤 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是没有感觉的 必须两个同时操作 然后操作的时候 是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两个的话 是不能挨在一起操作的 操作之前呢 我们可以给顾客面部涂抹乳液 或者精油等产品 能量的话 我们是从低起调 然后根据顾客的坦受 再往上加 点击启动 然后从下往上 以飞字提拉的方法 给顾客做操作 操作完之后 点击暂停 点击进入超频提拉眼 这边的话是能量的调节 有一到十个档位 这个是超频提拉眼的手机 操作的时候 给顾客眼部涂抹产品 然后沿着内眼角 往太阳穴 滑动提拉进行操作 注意避开眼球的位置 这个的话 全脸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它的两端的话 是必须同时贴近皮肤 不能只挨一端 这样会给顾客造成不适的感觉 这个在操作的时候 是那种微微热的感觉 是很舒服的 操作完之后 点击暂停 点击进入超频提拉面 这边的话是能量的调节 这边的话是时间 这个超频提拉面的话 是多级射击 首先我们给顾客面部 涂抹产品 能量的话 也是从第一开始起调 点击开始 从下往上进行提拉操作 操作的时候 它整个面部也是贴紧顾客的皮肤的 操作完之后 点击暂停 进入冷热循环 这个是它的操作界面 这边是温度的调节 10到40的话 它是制冷 36到50的话 它是制热 这边是时间的调节 这个是冷热循环的手具 点击启动 我们根据顾客所需调节温度 操作的时候 我们先给顾客面部 涂抹产品 或者是敷面膜都可以 以这种从下往上的方式进行操作 也可以以这种定点的方式进行操作 同样的 制热的话 操作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讲解柔光激活刷 点击柔光激活刷 这边发光亮度是柔光激活刷 红光发光亮度的调节 如果不需要的话 就调整默认是零就可以了 它就不出红光 这个是柔光激活刷 针对淋巴或者头皮都可以去操作 操作的时候 做肩颈的话 我们是可以从脖子 然后往下走 针对耳后的淋巴肩颈都可以 操作完之后 点击暂停 接下来我们讲解水光 点击进入 EMS射频无真水光 这边RF是射频的能量 EMS是微电流的能量 这两个的话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的 M1的话就是持续输出能量 M2的话就是短间隔的输出能量 这边是能量的调节 这边是时间的调节 这边是速度 速度的话就是出针的速度 越往上的话 它出针的速度就越快 这边是剂量 是原液剂量的调节 越往上的话 它剂量流的就越快 刚开始的话 我们可以将剂量调高一点 从管道内的剂量流出来之后 我们再将剂量可以适当的调低一点 这边是自动清洗按键 管道自动清洗的 这个是水光的手柄 可以在界面上点击启动 也可以在手柄上面点击启动暂停 可以在手柄上面控制速度和剂量 配有一包针头 这边的话配有两个安布屏 接下来我们讲解针头的安装 首先我们将针头取出来 这边的话用大拇指顶出来 这个微晶片一拔 这个微晶片就拔出来了 安装的话也是一样的 首先将这个顶出来 然后对准 卡位就安装好了 手柄这里的话 是有一个凸起来的这个地方 凸起来的这个地方的话 对应着我们针头这里凹进去的这个地方 点对点对准 逆时针旋转 拧紧 接下来安装我们的产品 这个的话 首先我们将手柄倒着 然后对准卡位 插入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旋转 操作之前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针头 还有仪器的管道进行清洗消毒 才可以使用 首先我们在这个瓶子里面 装入生理盐水或者是纯净水 给管道内部进行清洗 点击自动清洗按键 清洗一到三分钟 清洗完了之后 我们点击界面上的自动清洗按键 就暂停了 然后将这个生理盐水取出来 然后装上我们所需的产品 原液或者精华 选择RF或者EMS射频都可以 调整好合适的速度 还有剂量 也可以在手柄上面控制 启动暂停 点击开始 手柄的话是紧贴我们要操作的区域的 从下往上 匀速进行操作 操作完之后点击暂停 操作完之后 同样的也要给我们的仪器进行清洗 装上生理盐水或者是沉浸水 点击自动清洗按键 自动清洗一到三分钟 接下来讲解我们的基底分子养疗 点击进入基底分子养疗 这边是时间的调节 这个是氧气湿化壶 一般的话我们是装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纯净水 或者是蒸馏水 这边的话是调节氧气的能量的 一般的话我们把这个调到二到三就可以 这个是我们氧气的面罩 首先我们将这个接口对准我们这个面罩 这一端的话也是对着这个 连接好 然后点击启动 调整好合适的能量 顺时针旋转就是调小 调到二或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顾客敷上面膜 最好是那种无纺布的那种面膜 然后操作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操作完之后点击暂停 接下来我们讲解 PDT光动力 点击进入 这个是它的界面 这个是红光 这个是蓝光 这个是绿光 这个是混合光 这个是光的强度的调节 这个是时间 这个是模式 这个模式的话是自动模式 这边的话是手动模式 我们可以选择手动模式 单一一个光 也可以选择自动模式 我们在给顾客操作的时候 顾客是需要戴上专门的防护眼罩 然后敷上面膜 根据顾客的肌肤状态 确认使用模式 操作10到15分钟之后就可以暂停了 点击暂停 操作完之后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碳头进行清洁消毒 像这些碳头的话 我们用软麻布擦拭干